中央设台北十五日电文化部十七日晚间将在台北机场左立工厂举办台湾首次工业一举音乐会 邀请百余明师生在国定古迹内感受交响乐章 希望让文资修复教育融入民众日常 以及认识国家铁道博物馆园区与未来蓝图文化部表示 文化部与交通部十七日将在台北机场是办公益性质的铁道博物馆音乐会 由指挥家周军强指挥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演出 并未落实文化禁用文化平权概念 邀请南投县仁爱乡亲爱郭小宇台北市国小音乐班等 百余明师生共同参与这一场结合文化资产保存场域和音乐演出的音乐会 文化部说台北机场铁道博物馆音乐会场地 经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专业评估后 选在1935年就已存在的阻力工厂中 它是台北机场建筑中最古老最主要的建筑之一 也是最亮眼的建筑风景 阻力工厂建造时考量建筑高度及防火耐震需求 厂房结构助身采用钢柱 并以锚钉结合代板形成组合住的结构 屋顶则为刚构横架撑起的平顶 是大跨距挑高结构的建筑 工厂一直运作到2013年期间 曾保养维修过台湾各式各样火车型号的火车头 从蒸汽火车到泰鲁阁号都有 非常有意义 文化部表示 这场在文化保存场域所示办的跨域性音乐会是艺术融入生活的积极表现 文化部指出 台北机场自1935年落成启用 2015年经文化部认定为国定古机 建政了台湾于一家子以上运输交通与经济工业发展的历史 新政院2016年12月核定台北机场 活化转型国家铁道博物馆园区实施计划后 文化部及与交通部共同着手建制国家铁道博物馆园区1061115 文化部及格国家铁道博物馆园区